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佳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陆寒 关小彤这对小情侣 也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了 陆寒在事业巅峰时期 公开恋情给足关小彤安全感超有担当 男人公开恋情以来多次被传分手 但都被当事人用很刚的方式辟谣 毕竟没有什么比两人铜框撒糖更有说服力了 今日 关小彤更新了自己的吃吃喝喝美美Vlog 这期主题是做手工 可见关小彤爱好管饭 不仅瞎得厨房也是心灵手巧 关小彤这次做的是橡皮泥星空镜面 穿着樱桃T恤的关小彤坐在沙发前 茶间上摆了一块镜子跟满桌的彩虹橡皮泥 边做边解说 关小彤解说时两次都提到风吹过 在陆寒的新歌中刚好有一首叫风吹过 不少粉丝都get到了关小彤的这个点 调侃关小彤明目张胆的高调撒糖太甜了 两月诗情绿高调撒糖也很正常 关小彤最近参加了白玉兰颁奖典礼 既是主持人又是表演嘉宾 不得不说关小彤越来越优秀了 除了这场线下活动 关小彤近来大多时间都在剧主拍戏 就是跟张殷山 范澄澄合作的曾少年 关小彤也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在剧主的日常 齐流海造型超萌 有博主称 陆寒最近还去探班女友 去了好几次 话说作为热恋的情侣 两人互相探班再正常不过 先前陆寒拍戏时 关小彤就被拍到去探班 肖情率超甜腻 爆料者还表示 最近有消息传出 两人要领证了 抛开爆料真假有待考证 陆寒关小彤在一起近四年 感情一直甜蜜 加上关小彤今年大学毕业 两人即便领证也是水到渠成 不少粉丝都盼着两人可以修成正果 都说女大不中流 面对陆寒提出想要与关小彤尽快结婚的想法 关小彤的妈妈显然不同意 不过关小彤的妈妈的态度 则回应了九个字 到底是哪九个字呢 一起来看看吧 陆寒关小彤自从高调公布恋情以来 虽然粉丝们慢慢的都选择了祝福 但是两人从恋爱开始 外界的质疑声和吐槽声就没有断过 陆寒比关小彤大了七岁 两人之间在年龄上相差较大 不过爱情不分距离 年龄不是界限 即便在年龄相差比较大 但二人相处却十分融洽 关小彤与陆寒在一起这么久 也没少被爆出分手传闻 不过两人都没有急于理会 每次被分手谣言都会不攻自破 陆寒与关小彤在一起恋爱的这几年中 感情一直很好 从公开恋情的消息到现在 可以说两人的热度一直没降过 不管是二人一起出现 还是彼此单独露面 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陆寒是顶级流量偶像 关小彤是国民闺女 尽管两人相差七岁 年龄并不是问题 但是在不少人眼里 关小彤一直都还是 影视剧里的那个可爱的小姑娘 陆寒有担当的男人 公布恋情掀起一阵浪潮 这是我女朋友 当初陆寒一句简短的文字 关宣了与关小彤的恋情 一时间在娱乐圈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浪潮 尤其是陆寒的粉丝们 完全不能接受 爱豆与别的女孩子在一起 可是人家陆寒就是大方的公开了 陆寒丝毫没有在乎 公开恋情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 根本不在乎自己恋爱了 好不好对事业造成影响 她似乎想要全世界都知道 关小彤就是她的女朋友 不少人觉得陆寒公开 与关小彤的恋情过于冲动 认为是被爱情冲祸了头脑 但是陆寒并不是这么想的 她曾在接受采访时 谈取与关小彤恋爱的事 她直言 恋爱就是应该告诉大家 这是对女朋友负责 也是对大家负责 因为自己不想三贴两头 被人拿着自己的感情议论猜测 由此可见 陆寒看上去似乎不太懂事 一股小孩子气 但是骨子里却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人 陆寒喜欢关小彤早就有迹象 关小彤出生文艺世家 从小就是童心 不少人确实是看着她的戏长大的 当初与陆寒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喜欢关小彤的粉丝 也都不太赞成 觉得陆寒身上缺少阳刚之气 不够成熟 担心关小彤会受伤害 不过大家的担心明显是多余的 陆寒把关小彤照顾得非常好 两人自从在一起后 时不时地便会秀个小恩爱 看上去感情维系得非常好 关小彤在大众面前 经常面带微笑 可见与陆寒在一起之后 关小彤真的很幸福 其实陆寒喜欢关小彤早就有迹象 在关小彤与陆寒还没有公开恋情时 两人在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或是同台的时候 陆寒总是会偷偷地去看关小彤 目光始终在关小彤的身上 舍不得移开 而且每当两人四目相对 陆寒就会害羞地冲着关小彤一举笑 然后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当与关小彤站在一起 陆寒便会像个听话的小孩子 规规矩矩非常的乖 想要尽快结婚 关小彤妈妈却不允许 有句话这样说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 而陆寒当初公布与关小彤的恋情 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不然也不会冒着掉粉 掉流量的风险去官宣 陆寒与关小彤从公开恋情到现在 已经在一起三年多了 陆寒也说过 希望与关小彤尽快结婚 可是关小彤妈妈不允许 又或者是出于对女儿关小彤事业的着想 也或许是出于对女儿年龄方面的考虑 关小彤妈妈并不同意陆寒想要尽快结婚的想法 而关小彤则霸气回应 我不会全都听妈妈的 由此可见 关小彤已经站在了陆寒这边 对陆寒想要尽快结婚的想法 也是表示同意 也充分地展示了女大不由娘 狼有情 女有意 看来关小彤和陆寒十有八九 会牵手不如婚姻的礼堂了 其实从关小彤妈妈的角度来讲 她的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小彤妈妈的担忧 与普通父母的担忧是一样的 首先选择在事业巅峰时结婚的话 事业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之前积累的资源也会因此流失 其次就是粉丝 尤其是男粉丝 知道偶像结婚了 不再是单身了 肯定会伤心 然后取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